如果你说在这个局势投资市场上 我觉得比较可信的反而是商品 商品里面比较咬得确是油价 你见其实昨晚即使过 可能比如纳指有些反弹 Wix也都,就是恐慌指数也都好像有少少回落 不算很厉害 这两天试过31点多,现在就跌回30以下 但是唯独是商品里面的油价 即使是跌回过一点点 但现在都是咬回着,就是纳油价格都是咬回着大概 接近未到95,但是94点多水平 其实这部分都是反映着 其实市场价格仍然是对,就是商品 因为如果俄污开展应该即时会影响的 就是油、天然气和可能比如农产品就是小物 那你见到其实这三部分价格仍然是很硬 所以变成情况就是都还没放心 又或者大家都有心去准备 其实拖多阵可能都会有些小规模的 就是他们可能在边境都有些小规模的战争 就是有D-Gate的,这件事都仍然是